学会微笑开始算数 注定悲剧的唐氏坏儿宝宝 因为一只狗狗的出现而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 鲁克一出生就被诊断出患有唐氏综合症 这是一种先天性鱼形症 会影响精神和身体发育 他的家人不得不付出恩贝的努力 让他学习新的事物 但他几乎拒绝与外界交流 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哪怕是很简单的事情 都会让他变得非常焦虑 因为知道这种病很严重 家人非常害怕鲁克因此患上抑郁症 直到后来他们了解到 一种专门帮助治疗唐氏综合症的服务权 他们很好的安抚病人的情绪 引导他们走出不良情绪 狗狗就这样走进了鲁克的生活 这天鲁克正坐在墙边哭泣 父母带来了狗狗 一开始的见面并不顺利 热情的狗狗想和男孩亲近 但是他一直想要远离狗狗 直至退到墙边 面对狗狗的热情 他感到有些胆怯和害怕 狗狗并不气馁 持续用热烈的柔情攻势 亲近男孩 从没想过要离开 静静把头和手靠在男孩身上 男孩三番两次的退缩 都没有让狗狗放弃 虽然男孩没有办法 接受和狗狗相处的方式 但是狗狗依旧很有耐心 陪伴在他身边 最后狗狗甚至坐起来 把手轻轻放在男孩肩上 好像在对他说 不要怕 有我保护你 我们一起玩吧 狗狗无条件付出他的爱 只为融化男孩的心 或许是狗狗的执着打动了他 鲁克不再拒绝狗狗靠近 当狗狗把头靠过来时 并用舌头轻轻舔视着鲁克 这次鲁克轻轻地把他抱在了怀里 搂住狗狗的脖子 最终鲁克慢慢接受了狗狗的陪伴 度过漫长的适应期 这对特殊的小伙伴 总算成了好朋友 因为疾病 鲁克的情绪很不稳定 幸而家里来了狗狗 他接受过专业训练 每当鲁克情绪不对时 他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并且快速走到他的身旁 温柔地安抚他 陪着他 逐渐地 鲁克情绪失控的次数越来越少 失控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后来甚至学会了笑 当鲁克第一次对家人露出笑容时 全家人喜极而泣 之前鲁克说话很含糊 嘴巴里像含着一团棉花 但是为了和狗狗交流 他开始主动练习说话 现在他可以十分清晰地 说很多单词了 鲁克的爸妈 趁机让他自己给狗狗喂食 学习如何承担责任 同时为了能给小伙伴狗狗 赢得狗零食 小男孩鲁克开始积极学习算术 认单词 出门逛街等等事情 放学后 鲁克甚至会主动带着狗狗 在院子里玩耍 这些事情对于其他小朋友而言 是很普通的事情 可是对于一个 唐氏综合症的话而来说 这是生命中巨大的转变 因为有狗狗的陪伴 鲁克现在越来越开朗 今年夏天 甚至愿意和妈妈一起去海边冲浪 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愿意和全家人一起出远门 有了狗狗的守护 鲁克的家人也放心了很多 每当鲁克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 狗狗都会第一时间察觉到 即使将他从危险的状况中拯救出来 鲁克其实还有个双胞胎兄弟 但是他是不幸的 从出生开始就承受着病痛折磨 同时他也是幸运的 在最痛苦的时候遇到了狗狗 给了他满满的温暖和陪伴 让他感受到生活快乐美好的一面 并且时刻守护着他 希望他们一直幸福下去 但一只狗好 也许只需花你一部分的时间 而他却会用一辈子回报你 如果你愿意 他知道该怎样感动你的心 狗狗爱你就会永远爱你 不论你做了什么事 他都会一直陪伴着你 守护着你 无论贫穷富有 他们是家人 是朋友 是吃喜 有时候更是生死的付出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温暖还在延续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